假设θ为第四项线角 如果sinθ加cosθ等于三分之二 是求sinθ减cosθ的值 好,那在这边呢 sinθ加cosθ sinθ减掉cosθ 我们中间呢,一定会有一个过程 要求得sinθ乘cosθ 这样我们待会就可以利用 a加b括号平方的乘法公式 还有括号a加b括号平方 这两个乘法公式来求 好,所以我们现在把题目给我们的 sinθ加cosθ等于三分之二 我们把它两边平方 好,两边平方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sinθ平方 加上两倍的sinθ乘cosθ 加上cosθ平方 会等于九分之四 好,那sinθ平方 加cosθ平方 刚好等于1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啦 两倍的sinθ乘cosθ 会等于九分之四减一 我们把这个一直接移向过来 所以就是九分之负五 好,那我们题目要求的这边 把这个sinθcosθ再除以二做自约分好了 所以就是负十八分之五 那我们题目要求的sinθ减cosθ会等于多少呢 我们一样也是用平方的方式来做计算 好,sinθ减掉cosθ 我们一样把它平方 好,a减b括号平方 对不对 这边是a加b括号平方 好,所以来a减b括号平方呢 就会等于sinθ平方 减掉两倍的sinθ乘cosθ 加上cosθ平方 好,sinθ平方加cosθ平方是1 好,减掉两倍的sinθcosθ呢 我们刚才已经有计算出来了 所以我们把数字带进来 负十八分之五 好,那我们来做计算 1加上九分之五 就是九分之十四 那么我们要求的是sinθ减cosθ 所以我们必须要开根号 好,sinθ减cosθ 就会等于正负三分之根号十四 那么呢,正的跟负的哪一个才是对的 我们来看题目有给我们一个条件 θ是第四上线角 而第四上线角呢 第四上线角的sinθ 是负的 而cosθ是正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一个负的数 减掉一个正的数 一定会是负的 所以在这边 正三分之根号十四是不合的 所以我们要求的答案呢 就是会等于负的 好,所以就是负的三分之 根号十四 根号十四 所以我们要求负的三分之一 好,所以我们要求负的三分之一 好,所以我们要求负的三分之一 感谢观看